建築地圖的範圍為方案二較小的範圍 好 我們下一站安靜 審議二位大安區金山南部二段156-28號的十戶宿舍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大門 依據文資法第十七十八條國際制定期 負責審查範圍法 地式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負責審查及負責辦法辦理 檢案辦理情形一 檢案位於大安區金山南部二段156-28-32-4號 支持互募造宿舍 興建於致致執行 由林務局於民國五十五年購置 作為倦屬宿舍使用 現今已逾五十年 因宿舍規劃辦理 報費拆除 土地移交 財政部和國有財產署接管 本居一文資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文資價值評估 本居秉職權一文資法第十四十五條 於107年4月2日 邀請三位文資委員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提估會堪 會堪結論 本案具文化資產價值潛立後續一規定 其中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本居在107年8月13日 邀請休前委員等委員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專案小組會堪 本案的結論是經過水文獻刊之後 初步肯定去文化資產價值 然後續一規定法規定 提送本屋審議的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會員意見的家藥如下 一間唯一層木造建築三合院的格局 材料工法規則空間充分展示日式宿舍不同官職 是代表上除完整和少數的緊存範例 二內部環境中庭為一回廊連通各空間 西北側有類似廚房的空間 各間入口大門形式及內部床間格局 看來就不為公共宿舍之可能 三建物所處周邊多國交設施 或續再利用的條件幾家 有關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論報告 請委員強參附建築 這是本案的B型圖 藍色的物質型換線為建物本體 黃色的部分為土地的病毒土地 大安區金華段四小段437帝號 這是橫照圖 相關的歷史圖 只包括日據時期的測量圖 還有民國賽四年 四七年的地形圖 還有航照圖 以及62年69年 以及80年的航測圖 以及地形圖 已經會參閱 這是建物的現況照片 這是外觀的入口處 以及下方這一個是內部 從中庭攀攝的全景照 這是各空間的角度 本案的基本資料包括位置 土地建物前委員參閱 書面資料 創造年間應該在日至時期 所有權為國有 環境機關為領務局 土地使用分區是第三組住宅區 目前是閒置的狀況 價值分析的部分 基因專案小組的人 現開結論是 以致認定屬換財價值 在未來廣傳管理維護上 依國資法由所有權人管理人 使用人管理維護 在相關的影響庭庫部分 應該由領務局向委員說明 禮拜一同意當中本案的歷史建築 名稱為金山南陸二段 156項日式宿舍群 總類有宅地 維持在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陸二段 156項28 30 30-1 30-2 30-3 32-1 32-2 32-3 32-4 歷史建築至其所定住土地 半文明基基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日式宿舍群建物本體 建物為大安區金華段四小段一四零建號 舟舟土地是童小段四三基地號 三部旅遊如法令依據 依新建於日治時期 一層木造日式宿舍成三橫任格局 坐北朝南 竹路口居北澄 沿通北澄少多間 內部環境中停為一回廊 一個空間相連 建築形式特殊 二 建物保存完整 為本市少數的日治時期 丁總宿舍群的案例 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費指審查及付出辦法 第二條一項第123款登陸基準 二 二本來提及的審議會審議決議版的後續 好 我們今天好像有這個 本林務局的代表 是不是有照發言高小姐的部分 各位委員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林務局的代表 這個案子 這10戶的宿舍 我們在92年 它是屬於92年國有宿舍 國有眷舍及眷舍加強處理方案的那個眷舍 那我們收回之後 目前就是打算想要移交給國產署 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當然文資的部分我們 我們就專業度的部分 就是沒有其他的意見 只是麻煩委員可能在考慮在每次在指定 任何的文資的時候可以考量一下 其實我們各個機關在被指定成文資之後 在管理上還有後續要修復再利用 其實都需要非常龐大的經費 那這個部分就是 其實我們在經費上都非常的結局 那調整資金上也有點困難 那跟文資局申請補助的部分 其實文資局現在可能審議過了 他們同意補助案子太多了 那現在補助的情況也不是那麼的樂觀 我想報告謝謝 謝謝文資 謝謝林務局 那老師針對這個個案有沒有要 線灘的老師有沒有要再補充說明 好 如果沒有 我們是不是就進行投票 針對我們這個案2 所有成為螢幕局的知識輸射群 好 謝謝 我想在經教當中 再來簡單回應一下剛才林務局 這個是一個觀念必須要慢慢做感覺 過去當然大家都會說 實定的古蹟 主定的古蹟 還有一個歷史建築之後 好像對單位來講 變成是一個經費的 變類的平衡 可是另外一種角度來看 當你的經管有這樣的古蹟跟歷史建築 應該要變成是一種很關係的 那種觀念在改變 你要主動去編類經費才改變 尤其我們政府部門應該要算先來做 對 所以剛才林務局的這個說明 這個觀念上還沒有長時間過來 不是說增加你的負擔 而是說你必須要依法要變類經費才對 這個觀念一定要改變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像文資局 也可以做一些經費的協助 這個部分當然儀化部應該也是 擇武旁敵 就像我們市政府的儀化學 這些相關智慧來幫助 相關的商業或的事業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觀念改變很重要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案 好 本案 出席委員13人 那麼同意 同意的出席委員13人 那麼同意的是13人 所以已經達出席委員人數3分之2以上 所以本案決議登陸 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好 謝謝 下一案 案3案有中正區 延平南部8號私下2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案建物為本局月社追蹤 具文化資產價值前入建物 那王鴻賢教師事務所 在107年12月24號 好像本局台區建物是文化資價值 另外 文化資產在108年12月24號 也接獲得民眾提到建築物系統可以保存 提報 本案建物位於本市中正區延平南部8私下2號 中路土地為本市中正區城中段 一小段791號土地 該比土地上有2件號 本建物的建號是391件號 土地跟建物都屬私有 土地所有人是張毅 建物所有人是台灣區中和營造力王同 本局在108年325日 邀集薛琴委員 蔡元良委員 劉淑英委員 召開本建物列車追蹤建物的現場會談 結論是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 後續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層上本局續秉職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等相關規定 在108年6月27日邀集 以前郎委員 張天權委員 劉淑英委員 戴保存委員 跟張空正委員 召開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談 當日多數委員出席認為 本建物具有意識建築之文化資產價值 會談結論是 本案經物資產財商條件刊後 蓄意文資法規定 則請提送等審議會審議 108年6月27日會康委員意見照要如下 一 當時圍土木工會之用 包括日本及台灣包商集會之所 入口學院具有日式及現代儲藝設計師區 為具設計客座 二 圓廣雙採光家裡 入口門廳有挑空回旋梯 具聚會所公會之特色 三 兩層樓家床專造建物 外觀窗框及內部隔間樓一扶手 人保有舊貌 具現代主義建築特色 四 建物日日時代婦女團體 台灣婦人職商會 以及土木協會等關係密切 並延續至戰後的營造業工會 息息相關 具歷史換價值 檢赴本案文化資產再評估報告 請各位來參參數位的報告 那地形地形施設計圖的部分 橘色的部分是這個建築物的本體照 那紅色的基本上是 它的地圖和土地的照片 那這是航照圖 應該是去年航照圖 那就歷史圖這部分 其實畫面上可以看到 紅色圓圈圈這部分 就是當時這個位置 它上面其實 這個其實是他1928年的職業別 就是職業別 它有針對每一個區塊 那當時是什麼樣的當委 或是什麼樣的店 在這邊營業這樣 那這邊可以看到 它是台灣縫墨協會 那對面這個地方是今天的 今天的警察群 那以前對面轉角是一個 南警署 就是一群寫的南警署的位置 那這是1935年 就是台灣日日日市集辦了一個 唐阿波老 回那時候地圖 裡面可以看到 這個是西門町 西門町當時的圓環那邊 那這裡就是今天的中山堂 這邊就是南鼠 南鼠 南鼠的對面就是這個土木協會的位置 如果從1935年台灣國老會的一個類似航照圖片的角度來看 這邊就是今天西門町 紅樓 中山坦在這個位置 那圓圈這個地方應該蠻有可能是當時這棟建物的地方 這棟建物的一個樣貌 或者是在這棟大的後面 那這個是1945年就是發生那個台北大空襲的那一年 空襲前的那一年的四月的照片 那紅色框圓圈片這裡面其實是那一棟建築物的 還沒有遭受到轟炸之前的航照片 那就是那一年的六月的時候 可以看到附近其實都已經大部分有一位平地 那這棟這個本來的建物當時的屋頂是有回事的 所以從這個航照我看到其實是它的內部的隔天的形形 那下面這個地方就是中山堂的位置 那這是在民國460就是1957年戰後之後 它趟屋頂又在修建一個樣貌 那另外就是在來看針對一個日日時期 它曾經有一個媒體出版的書籍叫做台灣產業大關 那裡面它其實這本書其實是在介紹日日時期在台灣的一些公司行號 或者是銀行企業之類的 那當時也有介紹這本書裡面其實也有介紹到這個檔案 叫台灣土木建築學會 那它寫的地址就是台北市大和民國二職吧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這個案子 今天這個案子這個基地的結構當時的地址 那它裡面就有介紹到說它的 一開始它的名稱其實就叫土木協會 那後來就改成叫做社長法來台灣土木協會 那最後是改名詞叫做台灣土木建築學會 那這個是建築物現況的外觀 就是右手邊藍色的這個東西 那這是它的比較西邊的位置的外景 那這個是它樓梯 樓梯間的狀況 那右上角這是它一樓的一個蠻大的空間 那左邊這一張是它二樓的一個 也是一個比較暢通的然後比較包括的空間 四年的情形 那瓦斯蘭家的屏幕報告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它位置是在台北市中正區 沿平南路霸的四項二號 那最後土地的面積是台北市中正區 神中段與小段七九五地號 那部分那該比一號面積是520平方公尺 那三是建號及建物面積 建號是台北市中正區神中段小段三九一建號 那建物的總面積是230.08平方公尺 創建年紀施作成一日式時期 那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建物的部分是台灣區中和營造業同工會 那土地是彰化商業銀行公司 那土地及建物的管理單位就是跟所有權人是一樣 民主使用分區的部分是第四種商業區 那現況概述是建築是曾經作為辦公室使用 那現在應該是有形式的狀態 那所有權人保存應用是 目前來說並沒有明確的表達 那價值分析的部分是在 經過108年6月27日召開的時候 它才有現場勘察 那結論是提送本文會審議 那當日多數出席委員認為 本案具有歷史建築的文化審査價值 那針對未來保存管理維護的部分 依現行為資法規定 文化資產應用的所有人管理 有使用的民意管理維護 那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議就是說 如果我有疑問就是 由建物所有權人 也就是營造業同工的資格 來向市民會說明 那登陸範圍有影響評估 就將來的部分就是 一 本來建物從由台灣區中和營造業同工 會作為辦公空間使用 那坦今登陸為文化資產 後續文化資產 建築人體或其他保存範圍 涉及修復或災用事項 就須依文資法規定其中計劃 到換取來做審查 那二是 本案坦登陸文化資產 其保存範圍或臨近集體 有相關文件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且符合文資法適應規則 第二十二條範圍規定的條件 它就須文資法三十條 提供相關計劃來換取審查 然後跟市民會審查 那你辦的部分是 你請同意登陸中正區延平南路 八十四下二號為意識建築 名稱是原台灣鐵面建築學會 總面是辦公廳社 會自貨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八十四下二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走土地範圍 歷史建築本體為延平南路 八十四下二號建築物本體 建築物為中正區城中段一小段 391件號 建築物面積是230.08平方公尺 建築物桌落土地 是中正區城中段一小段 795地號部分 那蓋比地號面積為520平方公尺 那地圖土地範圍 鄉地級地形土 實際保存面積虛擬 保存範圍實測數據委屈 那這是我們 假設登陸業建築預計公告的 建築本體跟定做土地的範圍 那五是登陸旅遊經期法律依據 本建築物落成於日日時期 成為日日時期台灣土木建築起過使用 自1978年起由臺灣區中和營造業統約工會 取得產權服務實用 卻正日日時期至今台灣營造業發展意識 二 建築物近於1945 因美軍空巡造成部分損毀 為臺北舊城區少數歷經二戰末期 美軍轟炸後 留存至今之空間實體 建築臺北城市發展實價值 三是建物入口門基之樓梯間為大型搖空行看 一樓二樓南向室內天花板調高 立面與大面開窗採光 整體設計風格據聚會所製造特色 四 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廢址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二三款規定基準 那你辦第二大項是 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議 並以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那第三項 中央區陳州當地小段 七九一號 四辦理保存範圍面積量測後 依實際量測面積進行辦理公告式 以上報告 好 我們請台灣區綜合營造業統一同會 前面五點先來做多理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我們運到俄空會的發言 就是本案叫做立委歷史文化建築 建請第一 107年4月10號 台北市私有歷史建築 建築建築基錄建築 古基文化景觀防護稅及地價稅 減徵規則地數規定辦理 就是說 室友歷史建築 其所定住 股地數防護稅及地價稅 要減徵及應那稅額的版本 以上 要是依程序做完登錄的工作 我們就會依相關的規定來做出 議會者還有其他的一件嗎 好 沒有 那我們委員們有沒有要表達的一件 好 沒有 那我們就來投票 其他人叫張宜蘭 或其他人 對 沒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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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 拍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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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107年7月20日召开第一次专案小组会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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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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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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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